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2月17日星期四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晚 一名医护人员向Facebook群组公务员Secrets投稿 哭诉在医院的急诊室外边 临时搭建的帐篷惨房 他说 情况就好像是跟烂民营一样 第二宗消息 一名家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透露 说他早前就带同了两名发烧的子女 前往东区医院求诊 谁知道 在医院一直折腾了12个小时 才获法级退消药 他在事后就回想 前往医院的决定是错误的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那名医护人员在Facebook上的见证 他就说 医管局和政府是瘋了 昨晚他就是上晚班 两名的护士 就要看着120个的确诊病人 他就说自己戴着 N95口罩 一触触 8个小时 都没有脱 自己那件 个人防护装备 是滴得出水的 他就说自己口渴到 看着病人吃药那杯水 他也是很想喝 但是又没有时间来去脱下 那副个人防护装备 于是乎就没有喝 他就说 在医院急诊室外边 新建的帐篷 就跟难民营差不多 所有老人院的确诊个案 都放了出去 有六七十人 他就引述一名上司跟他说 说外面这班人是要弃手的 他们做不到 一定要放弃那些人 已经off了所有treatment 不派药 不用take OBS 而里面那班人 就是要救的 要医的 就专心救这班人 他就说 心是很痛 因为外面那班的病人 就是很凄凉 他又不忍心 所以呢 去到这个全场 是派Panador 大半都有发烧的 还说风凉水冷 走过拿一张被 个个都入手 跟他说 姑娘呀 好凉呀 他说 场面真是 好像难民营 至于那些是有 Fall risk 就硬硬绑实他 那个病人就问 究竟是不是 女儿 不够钱 他说 下班的时候 就真的在哭 他不知道 自己做错了些什么 他没有想过 在香港做护士 就要选择放弃哪些人 他说要经历这一场的人道灾难 一定就会 讲足成势 以上就是一名的 相信是护士 投稿了公务员 Secrets 那时候 下一条帖文 现在还在Facebook里面看到 首先来说 就一定要 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致敬 因为 他们在目前 这么严峻的情况下 仍然 是坚守自己的 崗位 无惧 受感染的机会 这件事就是 表示出他们的 高尚情操 好了 第二件事就是 既然 这一条 这样的 帖文里面提到 就说 有人 跟这个 护士说 有部份的病人 是要被棄手的 有部份的病人 就要救的 特区政府 相关的部门 尤其是 医管局 必须 是要出来回应 如果他说 这个 说法是假的 麻烦你出来澄清 就说这一条是假新闻 你就说 网上哪有人 投稿 诬裂 医管局 如果是真的 你就要告诉市民 为什么 可以搞到 这么吵架 是不是有 改进的方法 怎么会说 有些病人 是棄手的 就是 完全不理他 任何他 在急证室外 那些 帐篷 那些地方是睡得人的吗 对不对 你那帮做官人不下去睡 睡一晚 对不对 怕这没有病都吹到变有病 那么大风 温度那么低 你说给他煎 给他什么 他没有用 更何况那些人 本身在发烧 真可憐 如果你根本来说 在医院里面 是没有足够的人手 来处理这些 患者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应该修订一下 那个入院的门栏 是不是拿起来都要送院 你都处理不了的时候 你硬去医院都没用 没有人手 没有病床 没有资源 究竟还是不是 动不动都要把那些 确诊的患者送院 你都做不来的时候 不如安排他在一个 相对舒适的环境 来到他休养住 更何况就是 这帮人就算去到医院 他是会得到什么的治疗 是不是 如果纯粹都是派 退销药给他吃的 不如他在原本 住的地方 吃药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要不需要特地 山长水苑 走去那个诊所 或者走去那个医院 反正他去到的时候 都不会说 获得什么 特别的治疗方案 而且特区政府 亦都是要有一些 更加高层的官员 走出来 向市民解释清楚 当一个人 在确诊了之后 如果他是轻症的 或者是无症状的 他应该是 获得什么的指引 他是不是要动不动 都走去这个急诊室那里求诊呢 你要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是要有个指引给市民的 因为今天 说的确诊个案数字 是上了5000宗 明天可能又再伤破顶 你就要告诉市民 轻症和无症状应该要怎么做 如果是重症的 或者是觉得自己 他也有某些病征 是出现了的 可能是呼吸困难 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或者是哪些指定的情况 他就要送院了 他就要 叫白车了 你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 给市民才行 你要公开说的 是由一些较高层级的官员出来宣布 然后下面那班的官员 就统一口径 就按照着那套指引来做事 轻症和无症状的 是不是有必要 拿到急诊室那里呢 你要告诉市民应该怎么做 甚至乎是不是轻症和无症状的人 有没有必要去看医生呢 昨天医管局有个经理 跑出来说 说原来无症状的 或者轻症的 不一定要去见医生的 我就赞同这个说法的 但是 你找一个更加高层的官出来说 因为有些人是倾向信那些官 或者信那些专家的 麻烦你开一个 记者会 全部人都站出来 你是endorse这一套 就让市民去跟 大家都跟 就不要 有些人中了一招就在那里害怕 多余的 但是这件事也不怪那些人 因为在过去两年里面 特区政府的 卫生官员 和专家顾问 日以计夜的 走出来 在那里哭 又说垂直 又说打横 又说九秒 什么都说得出的 说得大餐的 再加上 日日就看那些 华文传媒 在那里 耳鱼目掩 又说外国的 情况是几惨的 就看到那些人 温温顿顿的 真是害怕 害怕了 是不是有必要 这么害怕 是不是 应该公布的 数字 麻烦公布 包括是 康复者的数字 是不是呀 不要只是公布 死亡数字 大哥 有很多人是出了院的 你是不是也要 告诉市民 听 不能够 说些不说些 你要把事实的 全貌 告诉市民 不要使得有些人 过度恐慌 另外 我就看到 《经济日报》 是访问了 一名的家长 叫做黄生 他就说 他的老婆 就在 2月15号 进行快速测试 呈阳省 然后 他七岁的儿子 和三岁的女儿 先后发烧 于是 他就带同了 一家四口 去到 东区医院的 急证室 求产 他在 2月16号 凌晨一点几 抵达了 东区医院 并且 在医院停车场 临时搭建的 帐篷那处 是等待的 黄生就说 那处是搭建了 三十到四十个帐篷 每个就是 三米乘三米的大小 一个帐篷里面 就有几个人 里面有灯 暖炉 但是 没有床铺 远方 只是按人数 提供 几个人 这个黄生就说 他将三张的 膠椅 排在一起 给个儿子 躺下来睡觉 至于他老婆 抱着个女儿睡觉 由于 他们闯处入院 只是准备了 一两件 替换衣服 而他的儿子 在匆忙底下 只穿了 梁鞋出门 黄生就脱了他的外套 给他的儿子 来保暖 不过他的儿子 一直发冷 无法入睡 黄生又透露 现场 百多人 用一个急症室的厕所 帐篷的卫生环境 又不理想 他就 决定 自救 联络朋友 送睡袋 帐篷和皮 等等 由职员 转交给他们 另外 他就说 在等候期间 有人为他们量血压 但是未有派发任何的药物给他们 黄生就以自备的体温计 帮弟弟来量体温 维持在38度到40度之间 这个黄生就说 去到根本都没人理 六七个钟头 都没拿到退消药 另外 他就说 去到早早7点钟的时候 才有医护人员打给他 了解的情况 去到上午八九点的时候 获发退消药 后来医生就打电话给他 就说 召费和提供了 深喉唾液药本之后 就可以 选择回家 等候结果 再加隔离 一家四口 最后在医院的帐篷里面 经历了十二个钟 去到下午一点多 就回到家 黄生就说 曾经跟 附近帐篷的市民 聊聊 就说大家都等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 旁边的帐篷有人咬又没人理 有个八个月大的BB又没人理 等了几天才可以安排入院 他就说经历过这次事件 就直言入院是错的 原本他就因为小朋友发烧有危险才决定入院 谁知道就想不到 发烧四十度都没人理 迟迟都未获得治疗 反而就折腾了一晚 其实这个黄生 他身为一个家长 坦白说 紧张自己子女的情况 尤其是发烧 腾鸡肯定肯定的 肯定就很想自己的子女 可以尽快见到医生 就求个安心 这个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些弟弟如果发烧的话 就可大可小的 问题就是 现在香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弟弟发烧当然是很严峻的 需要是见医生 问题是现在他见不到的情况下 还要发烧到四十度都没药食 其实这个作为家长 他自己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判断 既然自己是子女发烧的时候 为什么不给发烧药去吃呢 其实这些判断不会是错的 对不对 一个弟弟发烧当然是吃退烧药的 他又没有位置吃的 去到医院那里一直等 那个医护人员不派退烧药给你 你都怕且懂得 出去便利店那里 有24小时的那些71那里买的 没有的 就一直在那里干等 你这个做老豆的其实也有些问题 我觉得是 你不能够只在那里干焦急 你自己也要有些处理的方法 他就说 没有人救他 他就联络朋友自救 如果你联络朋友戴帅袋币 不如联络 叫他带退烧药 始终自己的子女在发高烧的时候 怎能说不吃药 当然我不是医生 我提供的那些就并非说 专业的医学意见 绝对不是我作为一个雷文这样说 是不是作为一个生活常识这样说 不一定说要见到医生才是 他那个护士派退烧药给你你才吃的 自己都应该懂得去判断一下 有时候来说 是不是一定见到医生 才是可以很安心 其实在外国很多的情况下 尤其是说英国、美国 不是说专业也见到医生的 是不是 绝对不是的 根本上很多人自己就在家里休养 自己就买乘药来吃 发烧就吃退烧药 很简单的 更何况现在这个人去到医院之后 他都不得要领 等了12个小时 自己又辛苦 弟弟哥又辛苦 他有什么呢?就召费了 还有是拿这个心猴腿去让本都没有了 啊 其实呢我就察觉到一样东西 就是有不少的香港人就被一种 错误的思维支配着 整天就觉得自己病了 就一定要见到医生才是安乐 到底那些人是 去求疹呢? 还是寻求心理位置呢? 如果你是打工仔女 啊 因为那天病了要拿一张病假纸 无可口非的 我经常都说这件事 啊 最多在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如果真的病了就看不到医生的 喂 是不是可以都跟老板 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通融呢? 外国其实呢 请一天病假就不用拿医生纸 这么傻的 不过香港呢 这些职场的垃圾文化 根深底固 没办法了 一天他都说要拿的 那就拿吧 如果可以通融的 不用拿的 那行不行呢? 不是说射球的嘛 不是说特意不回的嘛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过分紧张的人 昨天我们说过 有个老伯无病精的 他又走去诊所那里看一大餐 新精头都不怕的 有些傻傻的有些人 都说要见到医生 好像见到一个权威之后 他的心就定了下来 这些人是有脑子的 这些人是 难用医疗资源 其实以往未有新冠之前 都是这样的 有些长者 什么都贪一餐的 去到又说要猴堂呀 又说要起疗妥药膏呀 什么他都拿一餐 实际上 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当然 以往来说未有新冠 那个医疗资源 还是 都是紧绝的啦 但是没有现在那么紧绝的时候 就有得他啦 现在 大家都应该是 喂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要把他们都走去急诊室 把他们都走去那些诊所 没有意义的 但是事实上 香港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在现在这个 这样的环境下 其实 那些没什么 迫切性的 患者 就不需要一定说 走去见医生的 呀 宁愿就把那些医疗资源 留给一些 真正有需要的市民 那还好 呀 其实呢 对大家也好 如果不是 每个都一窝蜂拿来 都走去医院那里等 等完之后自己又辛苦 拿苦来生作战自己 然后呢 就拿起一些 很普通的药物 根本上在 药房也买得到 很便宜 那又何必呢 不如呢 大家都 通力合作 是吧 整个社会一起 没什么病痛的 不需要特别去医院的急症室 是吧 当然我说这些 都是浪费的 因为有些人是很自私的 什么都去看一餐 昨天的阿伯 我相信 他不是代表着他自己的 他是代表着 一部分群体的人 都是这样 好了,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